这个是我们成都的酒店 觉得超好看的 一个loft 是我梦想中的家的样子 然后这边有那种车车的模型 然后这边是一楼的客厅 下面是可以看到太古里的呢 这里还有厨房 还有冰箱微波炉之类的 还有洗衣机 刚好我出门完了十几天 衣服都没有洗 今天还有投影仪 那里面是浴室 还有浴缸 来吃这个桃德沙锅 外面排满了 对 然后手机提前取号会比较快一些 这个是我们点的凉菜 蒜泥白肉 还有那个什么烧焦皮蛋 蒜泥白肉 我觉得我在重庆吃到的好像会更好吃一点点 这个就全是瘦肉的那一种 反正重庆的酱汁会有一点点甜味的 这个就是辣的 这个皮蛋对我来说有一点点辣 然后它是那种金色的皮蛋 这个水煮肉片是看似很红很辣 但是一点都不辣的那一种 这个虾仁还是生的 然后在这边献煮给它煮粥 就是用这个粉丝包我的这个虾仁吃到 这个咱可以干嘛 我们的青豆肥肠也来了 然后那是蒜蓉粉丝 蒜泥白肉 水煮肉片 还有那个烧焦皮蛋 我超爱的丸抹糖的西瓜丸茶 就是每次来成都必喝的饮料 我最喜欢吃的是那个蒜蓉虾仁 它那个虾仁很新鲜又很大吃 它这个肥肠里面的青豆 就是已经炖得非常软烂的那一种 肥肠也还行吧 但是没有想象中那么惊艳 这个水煮肉片我觉得普普通通 有吃过很多家的水煮肉片 都比它好吃的 然后就是两个凉菜也普普通通吧 那个这两个是还可以的 来买个这个墨酸奶 买杯饮料的我去吃饭了 水果都是现切的 招牌好像是那个牛油果 这个还可以吧 它是那种鲜果肉炸的 然后它里面的桃子是偏脆桃的那一种 然后上面有放很多桃子果肉 来吃一个这个明亭小馆 我们的晚餐 这个是他们的霸王兔 感觉就是鲜椒兔 看着很香的样子 然后豆腐脑花 还有我们的炸汤圆 他们家这个鲜锅兔挺香的 但是里面的兔肉也太小了 基本上都是骨头 然后兔肉之后一点点 好喜欢吃炸汤圆 就是不会吃辣的人在解辣神器 这个汤圆还不错挺香的 这个好像是我们的脑花豆腐 这个还行吧 这个配饭吃 但是我不吃里面的脑花 我就吃那个豆腐 就这样子盖饭 像麻婆豆腐盖饭一样 他们家还行吧 人比较多 也是需要提前网上渠号排队的那一种 然后他们家的那个霸王兔 我觉得没有我之前吃的另一家好吃 另一家好像叫什么九九鲜锅兔 我上次是一个人来的 自己一个人吃了一整锅 真的超好吃 而且兔肉也比较大吃一点 他们家的兔肉丁都很小块 不然就是骨头很大 肉一点点的那一种 其实它两个也还行吧 但是怎么说呢 没有说特别惊艳吧 和朋友来买霸王茶几 我们俩都很喜欢喝这一家 但是厦门就是没有这一家 我们前面穿成这样 走在太古里就一直被街拍 就真的很搞笑 那个闪光灯一直对着我们拍 这是酒店晚上的样子 它有一个壁炉 我好喜欢 登登 这是我们的夜宵 这个是前面点的外卖 那个七勒炸鸡 上次来成都的时候吃到 非常喜欢吃 然后还吃了两次 然后就是前面朋友买的 星际婆婆兔 这个是冷吃兔 牛肉干 还有兔头 还有我们的饮料 把玩茶几 我们最后换到这里来吃夜宵 就是感觉坐在这里吃比较有氛围感 我超喜欢这个鸡腿的 但是今天送来又在冷掉了 然后昨天有这个微博物 就微博物热了一下 就是烫烫的 再配了这个芝士酱 就是可以双重芝士 超好吃 他们家这个芝士粉的味道超级香 再加那个芝士酱 就是double芝士 热量爆炸 但是幸福感也爆炸 刚才热了一下 但是它里面的那个肌肉 还是有一点点肉汁的内容 鸡皮是那种脆脆的 因为这家去店里面吃的话 一定会更好吃 然后我觉得它外面已经很好吃了 吃炸鸡当然要配可乐啦 太快乐了吧 跟面膜蓝精灵 这个应该算是我们的早餐 点了那个冻子口 张凉粉 点了他们家的甜水面和白凉粉 还点了西月 橙汤豆花 和他们家的甜水面 然后就对比一下看 两家哪一家比较好吃 之前我有吃过冻子口 又吃过那个西月橙汤 但是西月橙汤没有吃过甜水面 所以说想试一下 还有我的日日茶 这家西月橙汤的甜水面 它面会更粗一点 更硬一点点 然后他们家那个辣子 也是放的比较多一些 然后甜味也有 可以试试他们家这个冰髓豆花 冻子口张老二 然后这家的面会稍微比这个细一些 然后会更好吃一些 我觉得这家的甜水面 我是吃过的 然后凉粉 我觉得就没有甜水面好吃了 我点的这个草莓陶瓷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我们来伊士丹吃个饭 因为听说这家伊士丹 今年年底就要关门了 所以就趁关门前来打卡一些好吃的 打算来吃这家佛杏 但是前面排了二三十座 也不知道能不能排到我们 这个猪排看着也太好吃了吧 这个是我的猪排套餐 底集和备结合 这是朋友点的瘦球花 然后里面有虾 有可乐饼 还有猪排 还有我们的霸王茶几 这是我的猪排和底集合上 我们家这个是比较高排的 可以淋上他的这些酱汁 这个是他这个猪排酱 他外面这一层特别酥的那一种 里面的猪排也软软的 这个是那个虾 这个是那个奶油馅露的可乐饼 这是茶碗蒸 我的奶茶 来吃这家超媳妇 这家挺火火 又是你家必吃吧 这家是朋友找的 这是我们点的 然后怕辣点了酸奶 又点了一杯丸磨糖 我现在有两瓶解辣神器 还有一个这个牛肉块 是块块的 这家火锅 我看他们团购上两人餐一百多块钱 但是我们两个人吃了三百多块钱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觉得有点小贵吧 来买这个鹤鸡蛋烘糕 我们的蛋烘糕点了四个味道的 我的是奶油肉松和巧克力的 然后朋友的是三丝和吉士 这是我的奶油肉松奶油 这家还蛮不错的味道 然后我觉得那个哪里 玉林可以回家更好吃 但是那家是小摊 就是不太方便 然后这家的话就是那种店面 就比较方便 可以在这边吃 而且就在泰国里边上 还有个巧克力的 就是刚吃完火锅 就特别想吃甜的东西 我们现在来那个人民公园 达文区里面的贺民茶 是喝个茶 虽然今天36度 但是我好像来过这么多次 成都都没有来过 这个人也太多了吧 我本来还想说 有没有湖边的位置 这能有位置都不错了吧 我们好不容易找了半天 找到了一个湖边的位置 我的茶 哇真的好热啊现在 热到我刘海都要湿掉了 宽窄巷子 我来成都这么多次 也没有来过 就是那种比较古色古风的 那种商业街 这个熊猫现在怎么还围起来了 现在来这家宋永财糕点铺 帮朋友买一个什么麻酱糕 他说上次来买了 挺好吃 叫我们再帮他买集合 来逛一下好历来 这里是景历古街 都是人 晚上的太古里 大家都在这拍3D的屏幕 这个就在我们酒店的楼下 准备去重庆了 有个地方叫高兴 着吃 这边是